大家好,我是红贺 欢迎大家关注红贺的短视频 好多人跟红贺交流 说现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钱越来越难赚 问题的关键点就是顾客越来越难伺候 我就很不理解 我就跟他们聊 我说大家都创业 都卖东西 你看一看 100个人大多得有90个人卖东西 那10个人还退休了 练光场舞 那为什么不能够将心比心呢 说今天我红贺卖了你交产 明天你就可以卖我大闸戏 卖我人事 卖我酒 卖我大枣 那我为什么要为难你呢 因为我为难你 为难一个商家 商家也会被其他的顾客为难 那为什么不能够良好的构同来交流呢 他说红贺道理好说 事不好办 道理都是讲出来的 用嘴巴 道理都是在互联网上 他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很现实 他说在互联网上的呀 就正大光明的 道德的 假人假义的君子 特别多 我一想也是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看看 现在你要说一个 某一个事情 他都不会看你什么 全面的这样一个解释 上来就说 你没道德 结果呢 结果他做了一个什么 比你还有没有道德的事情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网上的君子多 生活当中的小人多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都遇到了哪些 让你纠结的 你如何来处理的呢 他就提到了一点 他说我建了一个 建了一个溢价的 就是特别便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 一条闹仔裤 我为了吸引这些顾客 特别便宜 质量还好 然后呢34 他买的过程当中啊 他特别卑微 加我一个 算我一个 结果呢 结果这种人挑挑拣拣 他把这34块钱的牛仔裤 当成什么呢 当成品牌的牛仔裤的 400多的来要求你 每天就给你留言 反复来沟通 最后你只能烦了吧 你说亲啊 这个算了呗 只要你把钱退给他 他一定会骂你 我说为什么呀 我说第一 他因为这个便宜 他来求着你 第二 在这个群里当中 你也公告了 第三 你把钱退给他了 他为什么要骂你呢 他说因为 他没有占到便宜 因为没有实现 他那个预期和要求 所以现在这些顾客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能够听到 我这段短视频的 你们想一想 你们在创业 卖产品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顾客 这样的顾客是不是为难了你 这是一种声音吧 第二种声音是什么呢 是从顾客的角度 你看他这边卖东西 他才向你诉苦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买不买过东西 他说我买过东西 我说那你有没有骂你的商家 也有 所以你会发现 另一种声音是什么呢 是很多很多的顾客骂商家 商家也带他们说顾客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的私家车 骂自行车 电动车 电动车也卖私家车 企业家骂员工不争气 员工骂企业家不争气 同样我今天红块给你们拍短视频 你们也会骂我 当然我也会背后说 现在这些网友没素质 我只能为我的朋友来分享 那么到底哪一块出现了问题 我们如何来面对呢 今天我们就来总结和分析一下 我们的创业者和我们的顾客的心态 心态之一 我认为就是素质低 什么叫做素质 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对方的问题 顾客没有 打个比方吧 说今天我买了你教材 那我就要问问你 你能不能够让我实现约赚三万 不能 那么你能不能够解决我很多很多 比如说流量的问题 成功的问题 或者是让我快速赚钱的问题 不能 那你骗的 你凭什么卖299 我买一本书才50块钱 你什么德行你卖299呢 那我说好了 我又没有钱卖给你 我没有了 凭什么没有 你瞧不起我吗 我把钱退给你也不行 有没有这样的 有的 那这个核心是什么而产生的呢 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呀 是传统的顾客是上帝而主导的这种流根性 以前啊 我们是顾客是上帝嘛 就是我这个顾客 我只要兜里插的钱 我到你家店里 我就会指手画脚 骂你 为什么骂你呢 因为我要花钱 为什么我要骂你呢 是因为我买你东西 我是你顾客 为什么你对我无理取闹呢 是因为我是你顾客 你开门了 那我能不能够拒绝你 不卖你 不行 打架 你瞧不起我呀 开门做买卖 你就必须得卖我 可是我告诉大家 从2018年开始 我有资格 有权利 不卖你 拒绝你 有这样的资格了 所以我们的顾客 一定要什么 调整我们的思维 真要有一天 说你到人家那个群里 比如说夯州 做服装的群 广州呢 做这个美妆的群 到人家群里说我不卖你 你给我多少钱 我不卖你 就像我这教材一样 前天晚上有个小伙子 跟我那个也算是太年轻了嘛 说一些非主流的话 傻逼或者说知如何这样话了 然后说我骂你一会卖给我 因为什么 因为我是你顾客 我说你真笑话 我容纳了你三次骂我 是因为我做事的原则 对吧 必定你是我的一个粉丝 你呢 想买教材 你骂我三次 我忍了你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骂我第一次的时候 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有我的教材了 我可以拒绝你 他就反复的加我 我给你399 你不就499吗 499的时候 结后我就会买 你不就是为了钱吗 我告诉大家 现在很多很多的商人 商家 真的是懂拒绝的 打个比方吧 就你这样的人 你买了我的教材 指指点点的 然后不三不四的 我现在只要不拿你这种人的人民币 你就永远是我的边缘人 永远是我的陌生人 你到哪里说都不好是 你是截图也好 因为我不会说一些过分的话 我也会截图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呢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长时间 10年当中养成那种习惯 我是消费者 我是代理商 我就牛逼 那这里面有一个代价 你会发现 让你开心的一定是让你上当受骗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传销一定会让你开心 前期 后期一定要你不开心 反而那些前期让你不开心的 后期每一次都让你意外 比如说我红贺 我前期不会让你开心 但是你拿到我教材之后 你一定会超值 每天都会超值 你这讲 2019年 一年的时间跟红贺在一起 你一定会超值的 但是我前期不会让你开心 这就是一个两个思维 所以用这样一块来总结 就是我们做创业 做顾客 做代理商 是前期让别人恭维着你 爷 你拿钱吧 你是我的顾客 因为你是爷 你是我的上帝 因为你掏钱了 如果你有这种思维 你就一定是个傻子 你就一定会被人骗得很惨 非常非常的惨 但是有这种人 说比如我在一个社群当中 我卖的产品就是便宜 有吧 特别现在是杭州 广州 江浙户这边的 卖美妆类的产品 人家一天晚上 90的小女孩 只要一个公告 十多万的牛仔裤出去 人家有条件来拒绝你 说你只要说 多说一句话 说这个质量怎么样 亲 你出去吧 我不卖给你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想卖给 不相信我的人 不信任我的人 我也采访过这些年轻人 我说你为什么不服务一点 他说红色哥 我就告诉你 以后的生意 以后未来的生意 没有人办柜子 求爷爷 告奶奶 亲求求你买我东西 没有 你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弯路 2013年2014年2015年 我们学那些微商之道 全是什么 全是卑微的奴才的那些 但你会发现 最近这两年做的好的 全什么 正大光明的 君子般的 我就是这样的 承不承诺 不承诺 我做你的产品 能不能赚到钱 不知道 你的产品是不是好 好 我发样品 你看一看 是不是我做 你自己想去 这种自然而然的精神 才是我们商道当中的一个核心 也是未来的根本 叫做什么 叫做回归商业的本质 叫做自然 自是一种自我的状态 这种自我的状态是什么事 当我想买红克的299的预售教材的时候 新商业大智慧的时候 我自己来进行一次运转 我需不需要 我相信你 我如何相信你 你这个教材当中的目录对我有没有价值 目前这个阶段适不适合我 我拿到你这个教材了 这一年当中我需要跟你来沟通什么 如果值我就购买 这都是自的 可是我们传统的是什么呢 不是自的 是需要什么 需要非自然的状态 黄克 你这西瓜甜吗 甜 结果呢 你上当了 黄克 我刚才你能赚大钱吗 能 你这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接受的过程 以后全是独立的 如果今天你不明白什么叫做独立的人格魅力 你当然不会明白什么叫做自然而然的商业状态 自然是未来社交化商业回归的一个本质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消费者和创业者能够理解到了什么叫做商业的本质叫做自然 那么对于我而言我就不会要求和奢望我们所有所有的粉丝都买我的教材 当然我也不会承诺说你买了红口的教材一定会比以前知如何如何 不会的如果每个商家都说出了这样夸大功能的话 夸下海口 那你就犯下了原罪 你一定会倒霉 人家一定会拿着钻头来拍你 骂你大骗子 那就对了 如果你敢扣上一个大师大咖 就要付这个帽子 你就是一个骗子 没跑 但是顾客也是这样的 人家可以有权利来拒绝 世界上任何一个商品包含人一样 都可以标上价格 你比如说我的农产品那是我自己家人养的 我对这个猪付出了感情 我吃着绿色的蔬菜和粮食长大的猪 那我就要比超市当中的那个什么呢 加了饲料的猪要贵 那你说农产品都可以贵 你家的蜂蜜都可以超市的贵 那为什么人家的价值辛苦来的就不能够标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价值标签呢 肯定是可以的了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总结这句话就是 商业的自然时代已经来了 我们应该做好一个什么呢 将心比心了 不要在网络上谈道德 应该在生活当中换位思考 让自己更加贴近于生活 未来的商业一定是基于互联网自然而然达成的一种熟人关系 好了 我是红鹤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关注我 今天的这段视频送给所有的粉丝 拜拜